水源是生活的必需品 目前全国自来水的普及率高达91% 但是依然有少数地区面临水源缺乏的问题 在旅游热门的清静地区 藏在山中的几处村落 至今还是面临缺水的困境 清静地区是一个广大高山台地 形同一个独立的山头 有着广大的农牧用地 但是水源不足的问题 长期困扰清静地区 早期清静农场必须越过山头 前往瑞岩溪取得水源 农场提供的水源 成为清静地区主要的用水来源 这个水源就是我们清静农场的水源头 它的名字叫池翁溪水源头 它的水源很丰沛 所以在我们的水源的方面 我们根本没有 也没有说有什么缺水的这些衍生 主要就是出水较困难 因为落地较困难 在农场实施土地放岭政策后 清静地区全力朝向观光旅游发展 大量的民宿兴建 扩大了用水的需求 原有农场引接的水源不足 许多民宿业者开始自行饮水 来提供游客的用水需求 经过这个地震其他水灾以后 这个清静农场原本有大水管在供水 后来整个路基有垮了差不多十几处 大水管根本没有办法供水 就是没有水当然就是不行 所以有一些村民 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然后就到水源头自己花钱 来拉水管来供水 清静的民宿没有缺水问题 但是在民宿区的下方 几个村落却是多年来为水所苦 走进定远村落 居民抱怨几年来 有着水源不稳 水值不佳的饮水问题 水使用状况 水没有 都没有水 我们都用马达 多马达 用马达 上面很远很远 手上两三个马达 都没有水 多久 前往村落的储备水槽才发现 公共管线的水源已经四个月没来 居民必须到山谷下方抽水使用 水源品质相当不佳 因为你没有办法 你现在一定要 一定要吃水 所以你想办法就是 我们自己都从山沟 从上来的水 山沟水不是水质 水质很差 对啊 大家都知道水质很差 所以说可能煮过还要再 再自家 再处理一次 对 缺水的问题 不止在村落 就连一旁的清静国小也无水可用 原本由善心旅游业者提供水源 但是一到冬季缺水时刻 也必须够水使用 你跟人家买的水 就比较干净了吗 没有 没有 一样 小朋友的碗自己带回去洗 然后 有的时候就是叫他们家长自己 叫小朋友带一个人一罐罐泉水这样 带到学校来 因为没有水饮水机怎么有水 所以那宽人可能就自己要去洗手要喝 要做什么 对啊 就是自己带来学校啊 为了厘清村落的缺水问题 前往公共水源银水的瑞岩溪 进入早期农场取水的水源路 九二一地震 逃离风灾 以及阶续的山崩 导致银水道路中断 就连原本埋在道路下方的水管 也早已断层数捷 是从经过九二一 因为九二一地震过后了 那个土质的松洞 松洞以后再来在民国九十年的时候 有一个七二水災 七二水災也是百年的大水災 然后造成这个整个山的石头的剥落 摊翻把地基都冲掉了 最近六七年的时间必须依靠紧急接管 跨越许多崩落地区才能将水源送出 这个是原来的大水管断线之后啊 第一次抢秀出来就是七条用这种水管 替代水管来一个村庄一条紧急用的 等一下那这是私人来供家的 供家的 也算供家的 金急用 对 但是都还是不稳 对 为什么 只要天灾下雨 汤方垮方 然后它整个就回水了 施工人员几乎都是原住民 以人力搬运材料及食物 才能深入水源头进行接管抢救 因为这里的运输 山上号山气运输 而且又有危险性 所以这里的材料包括这个黑管 钢索成本都比一般在那个平地 城市的高成本就比他们高 差不多五倍以上 施工不易让维修进度缓慢 但是灾后的修复工程 却常常延迟在行政程序上 像上次中断在六个月前 行政程序走了四个月 两个月前才开始抢修 而修复的时间还不一定 山下的村落也只能盼水兴探 现在我们比如说 遇到灾害的时候 有我们当地的人进来照相 然后报相公手 相公手就会整报县政府 县政府在会整报中央 这个整个程序下来的话 等到核准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要四个月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 在这个四个月当中 就是没有水可以用 水源的不稳定 让民宿业者思考因应之道 一家当地人开设的民宿 就设计了不同的节水方式 以符合环保节能的需求 像我就是回收屋檐的雨水 它排下来以后进到我们的花圃里面 然后花圃也有做一个很简单的集水 就在这边可以用 像我们在浴室上面 我们就是采用连烹头的方式 没有做浴缸 那客人的话 可能稍微 有小朋友的感觉 会稍微不方便 那我们这样做 第一个环保 第二个省水 第三个油干净 所以说我们是靠这种方式 来经营管理的 在清静地区 小型民宿在节水效能上 用水最少 成效最大 相当符合清静地区的发展 我们就是小型 人不多 那我们房间客人用水量最大 大概就是洗澡 那我们饮用方面 跟那个茶水上面 我们还是提供 房间里面有矿泉水 那所以 它省水的就相对的 省了很多 所以说我们在 水的问题 在我们格林来讲的话 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稳定的水源 成为清静地区 期待的事物 但是由于地处高深 相对的取水不易 甚至设置自来水 必须付出高价 这个自来水公司 它来评估如果说 要供应我们 这个民生用水的话 它的水费一度 它们计算过了高达140元 水源的问题 不止居民生活不变 也会因为用水分配 造成相互间的抢水冲突 因为以前 我们在供水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系统 并不是做得很好 造成有的地区有水 有的地区没有水 当然就造成说 还有有的是说 供有的人 分水等于分水 有一点不平静 造成地方有一些误解 或是地方有一些纠分这样 所以我们就决定 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 目前规划设置 水源管理委员会 管理水源抢修 以及用水分配的事务 但是水源不来 供水不稳 依旧是清净 许多村落的困境 因为每次你都要花到 花到那个 那个圆明镜 那么多的钱 想去抢修 而且那一抢修 都是好几个月 好几 有时候半年 一年这样子 所以我们希望说 那路能够如果弄通 其实我们当地人 本身自己也可以进去抢修 当清净朝向优质化的 旅游区发展 政府部门也应该重视 缺水村落的问题 别让休闲的繁华 掩盖了生活的凋臂